我可以来回穿越岛唐朝 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仙人 陛下说的北美洲竟然真的存在 看来我们这三个月没白受苦啊 陛下知道这个消息肯定会无比兴奋 快 速速将这两个好消息送回城了 然而就在二人高兴之际 帐篷外传来了成天的马蹄声 嗯 这种地方怎么还有军队 将军 这不会是突厥吧 此等苦寒之地 他们应该不会来这里 可能是陛下派人来看望咱们了 走 出去看看 这不是突厥 突厥造不出如此精致的铠甲 但是看这铠甲 好像也不是咱们大唐之人啊 无妨 就算是其他国家 我让他也不敢对我大唐将是如何 你们是何人 我们是大唐之人 大唐人 你们大唐人为何来到我高里够的领地 难道你们大唐想要开战吗 你们是忘记曾经隋朝的后果了吗 起兵首领骄傲开口说道 隋朝的灭亡是他们一直吹嘘的资本 原来是高丽人 高丽人 这辽东何时成为你们高丽的领地了 这辽东虽然苦寒无人居住 但是自古一来 就是我华夏的固有领土 你胆敢说是你高丽的领地 真是厚言无耻 呦 居然敢骂我们 你们大唐皇帝已经把辽东输给了我们 我劝你们快点离开我们的土地 不然 休怪我们不客气 还有 你需要给我们一个解释 为什么你要来到我们高丽沟的领土上种地 我们需要你们大唐皇帝的道歉 不然 我们高丽沟的大军就会兵民你们长安城下 当初大随五十万大军进军高丽 然而却没有破了他们的城池 导致高丽巨对于旁边的这个大国已经失去了敬畏之心 解释 我大唐行事 何须向你们这帮蛮解释 嚣张的寒啊 既然这样 把他们全部给我抓起来 然而 城出量这一行人本就没有多少军人 都是一些重地的好手 城出量只能乖乖被抓 将军你看 我在他们身上搜出了这个 这 这是一份地图 天哪 这地图怎么如此精细 竟然有很多我听都没听过的地方 如此精美的地图 这帮大唐人是如何勘测出来的 这北美洲竟然离辽东这墨进 土地这么辽阔 上面居然还没有国家 这钥匙献给陛下 拿下这北美 我们高丽的国土将会多么辽阔 到时候大唐还算个片 这帮人居然敢窥探我们的领地 将他们带回高丽细细拷问 然而就在不远处 一个重地将士恰巧在地里拉屎 躲过了这帮高丽人 坏了 这帮高丽人竟然抓走了程将军 不行 我得快点回长安告诉陛下 可是 从这里回到大唐最少需要半个月 也不知道时间还来得及来不及 皇上驾到 参见陛下 爱卿啊 这同胞做出几门了 回禀陛下 已经做出四门了 今天第五门也可以使用了 哈哈哈哈 很好 爱卿这些十日辛苦了 有了这些同胞以后 我大唐的军人们损失将会大大降低 整个大唐都会记住你的功德呀 陛下 这都是做臣子的该做的 有了这批同好 战场上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李二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把剩下的突厥人全部消灭 把北方草原耐入大唐的版图 成为大唐的养马之地 对了 爱卿 那火生枪现在造出多少只了 陛下 只有一百只 这火生枪枪管制作起来十分麻烦 所以产量不高 还需要加派人手啊 陛下 这样吧 我再给你招五百工匠 专门生产火生枪 一年内需要组成一支万人火生枪部队 没问题吧 肯定不负陛下所望 好好好 这到时候 给敌人来一轮骑射 这光想想就觉得十分爽啊 还有 我准备再给你安排一个副手帮你分忧 谢陛下 嘿嘿 陛下想得真是周到 就是不知道派哪个倒霉蛋过来 这公布的公务够他喝一壶的了 我看你的弟弟严厉得就十分不错啊 打虎亲兄弟 兄弟齐心协力断金 一二压根不给严厉本说话的机会 就把这一切全部定了下来 转身就走了 怎么就摊上任我个皇帝啊 我这是把我弟弟给坑啊 没有人比严厉本更懂公布的繁忙 要不是梦想支撑的他 他早就坚持不住了 陛下 幼州刚刚送来急报 说是辽东出事了 什么 辽东 是程处亮的帮人吗 李二一听 直接急迫开口 他可是一直在等待辽东的消息 不管是辽东种田的效果 还是白令海霞的消息 这两样事情都是十分重要 而且程处亮还是程咬金的儿子 要是出了事情 他没办法跟这个老部下交代啊 说 陛下 据送报的人说 是高利狗 将程处亮等人抓走了 还称辽东是他们的国土 高利狗他好大的狗胆 一个小小的蛋丸之地 现在居然也敢招惹我大唐了 他高利还以为现在是大隋吗 哼 大隋破不了的城 由我大唐来破 大隋灭不了的高利 我大唐来灭 去 将各位大臣招来太极殿 是陛下 哎 我该如何跟卢国公交代啊 我上集才跟他说 他儿子一定会没事的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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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完